好 我们接下来讲2.8的部分 我个人是觉得2.8的这部分 应该要提前教 像前面呢 我们有讲到说植因数 很多学生讲 老师我怎样知道它可以除以2 我怎样知道它可以除以3 你每次看到我 好像 好像看看下这个数目 这个可以除以3 我没有告诉你为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偷偷的用了 这一边教的方式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如果可以提前教了 前面的部分 你就会做得比较顺利点 所以没关系 是他这样子来安排 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教 当然2可以不可以除以2呢 之前我就讲了 你只要看个位数 它是268 0 你就可以除以2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是2的方式 还有5的方式我有讲了 如果个位数是0跟5 你也是可以整除 被5整除 所以2跟5来讲呢 它可以看个位数 就可以直接得到 所以我只是讲了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也是最容易看的 过后3跟9呢 会比较复杂一点 怎么说呢 你看这个数字 你又把它的数字呢 分别的加起来 像2加1加3 得到6 2加1得到3 3加6 3得到6 所以6可以被3整除呢 它就可以被3整除了 我更加的 其实我会更加的 怎样讲呢 我我有另外一个方法呢 更加的偷懒 怎么说 因为你的3 因为我们知道3 肯定可以被3整 肯定可以整除了吗 还有6也是吗 还有9也是 所以一般来讲 我不是全部加的 我看到3 我就不加它 像2加1得到3呢 我就也是可以 我是直接割掉 像这个6 我割掉了之后 我只需要算7加8 7加8等于15 15可以整除 被3整除 就停了 好像这个3 我可以去掉 然后呢 1加2呢 1加2等于3 也是可以被3整除 也去掉 所以呢 这几个数啊 这三个数呢 都可以被3整除 但是理论来讲 我们教学生呢 就讲说 你把数字分别的加起来 可以被3整除就行了 所以这个的做法呢 这个做法当然比较容易解释 但是你会看到 如果我们看到3 其实你可以不用加那个3 看到那个6也不用加 像9也是一样的 9的话呢 你会看到6加8加4 是等于18 也可以被9整除了 对吗 6加2加1等于9 也可以被9整除 像这个情形呢 我就9跟9 我就不做了 因为9可以被9整除嘛 9 所以6加3得到9 就可以了 你只要算6加3就可以了 就6加3得到9 所以可以被9整除 OK 所以这有一些偷懒的一个做法 像4跟8来讲呢 4跟8来讲呢 他只需要 也是一样看位数 但是他不是看个位数 4的话呢 看两个位数 也就是看00 00可以被4整除嘛 好 就可以的话呢 就没有问题了 像这个呢 只需要看48 48除以4等于12 所以可以被4整除了 这个04我们只看4 4可以被4整除 这个也可以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 这个方法可以 行得通呢 是因为 100其实是 100是25成4 所以100本身是4的倍数的 所以100以上呢 100 200 300 400呢 全部都肯定的 可以被4整除 所以为什么我们 100以上的数目 我们全部不看 好 100200300400 全部都肯定的 因为100可以被4整除 所以100以上的 都不需要看 好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当然3跟9呢 也是有 类似的 这些数学的原理 不过 有点复杂 我就不解释了 好 有兴趣的话呢 你们可以 上网找一下 其实他就是说 每一个位数 除以3的话呢 都会于1 是类似这样子的 一个原因 8的话呢 也是看三个位数 就看三个位数 怎样讲呢 000 我们只看000 这个5不用看 这个108 104 看一下可以被8整除吗 你只需要108 104再除以8 看一下188 剩下24 3824 可以被8整除 当然我 一般来讲 我就不看 我是不看9 跟不看8的 为什么 因为我会 先除以2 再除以2 我们用直因数的做法 我们不是 我们不会去做 那个 不是支数的嘛 我做2 3次 我就知道是8了 所以一般来讲 我是不看 这个8跟9呢 虽然我们有 我这样子一个快速的寻找了方式 但是一般来讲 我只是用2 跟3 我就不用这个4跟8了 4其实都不用了 那8为什么可以用 只是看三位数呢 因为1000 1000除以8等于125 所以他其实是 所以他其实是 1000可以被8整除 所以1000以上的都不用看 同样的跟4的这个是同样原理 OK 那再来的就是11 这个也是很复杂 这个很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意思 就是说单数的相加起来 跟双数的相加起来 然后呢 再相减 看一下可以不可以被11整除 你看9加6呢 得到15啊 3加1呢 就会得到4啊 15减4呢 就会得到11啊 所以11的话呢 就可以被11整除了 所以这个可以被11整除 那他除了11以外呢 等于0其实也可以 等于0也可以 像这个的话 8加1得到9 5加4得到9 9减9得到0 就这个也是可以 然后呢 这里呢 4加8加3 4加8等于12 12加3等于15 9加6 也是等于15 15减15得到0 好 所以也是可以被11整除了 可以啊 所以这个11呢 会比较复杂一些 啊 复杂一些 OK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立体1啊 所以可以被整除的 我们就勾一下 像这个2 28啊 可以被2整除 我们先打直看好不好 打直看啊 啊 所以这个 呃 8 啊 8是双数 3不是双数 5不是双数 4是双数 0是双数 啊 然后0是双数 2是双数 3 6是双数 7不是 OK 3的话呢 我们就看8加2啦 8加2等于10 这个不行 啊 9跟3都是3的倍数 可以 3是3的倍数 5加4是9 9是3的倍数 呃 4加2是6 再加1是7就不行了 啊 然后呢 8加2是12 再加1是13 3又不也是 也不是3的倍数 3是3的倍数 6是3的倍数 9是3的倍数 这个是 然后3是3的倍数 6是3的倍数 7加2等于9 9是3的倍数 9是3的倍数 不用看了 6也是3的倍数 也不用看 2加1 啊 3 所以这个是3的倍数 9不用看 3不用看 8加1是9 也不用看 7加5 7加5是12 12是3的倍数 啊 这样子来看 OK啊 然后呢 4的话呢 只是看两位数 28除以4是等于7啊 啊 然后基本上 不能除以2 就肯定不可以 除以4了 所以这两个人 我们可以直接不用看了 好 然后呢 这里 呃 4 可以 然后80除以4 4等于20 也可以 然后60除以4 好像不行吧 OK啊 15啊 144 5是20 可以啊 32 3824 可以 26 3824 于2 这个不行了 OK 然后呢 这个也不能除以2 也不可以除以4 5的话呢 就很容易了 看那个啊 各位数嘛 各位数是5 可以 各位数是0也行 各位数是0 这个可以 啊 然后其他都不行了 OK 8的话呢 我们看 三位数 像这个28 除以8 等于 不行啊 4832 3824 这个不行了 OK 然后这个的话 不能除以2 也不能除以4 这个8也不用看了 除以不能除以2 也不可以除以8了 这两个可以的话呢 我们才看8 所以这个204 除以8的话呢 然后我们看三位数啊 204 除以8 等于8 26 44 58 40 不行了 OK 然后呢 480的话 45 26 24 6 8 48 这个可以 648 648 9 除以8 等于 960 除以8 等于120 这个可以 然后 这个 这两个肯定不可以了 因为4 不可以 只是 632 632 除以8 58 68 98 72 88 64 78 56 123 45 6 72 98 72 这个可以 这个数目有点 有点不是很美 但是还行 刚好可以 9的话呢 就看那个位数相加 8加2 哪10 不可以除以9了 而且我们只需要看 可以除以3的 我们才看 可以不可以除以9 因为你除以3 9是3的 3乘3 所以你要除以3 两次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都不行的话呢 不可能可以去到第二次了 对不对 所以像这一个的话呢 9 9是可以去掉 3不可以除以9 所以这个就不行了 对吧 然后呢 9 5加4等于9 9可以整除 但是3不行 这个也不行了 OK 所以这里3空的 我们就不算 这个9可以 6加3也是9 也是可以 可以看懂啊 6加3是9 7加2也是9 所以这个可以 9可以 6加2加1也是9 也是可以 9不看 8加1是9 也不用看 7加3加5是15 15就不可以除以9了 所以我们不要去加完起来啊 你只要看到9你就去掉 9去去掉 完整9的去去掉 这样子 这样子会比较快 11的话 11的话 当然我们 单数我们就8减2 对吧 8 这里没有东西了 8减2是7 这个肯定不行 9减3是6也不行 5加 yes 明白吗 有没有太快 什么东西啊 我们找字因数的时候嘛 我们就要看他可以 怎样除什么数目嘛 所以呢 我看回刚才的那个练习 我看一下刚才有一个练习 数目会 当他数目很大的时候 像这一个的话 像这个 858 像这边他可以除以2 除以3 这个除了之后呢 过后呢 剩下这个的时候 你要怎样知道 他可以 可以不可以除以1 可以不可以除以2 可以不可以除以3 可以不可以除以4 这些都要一个一个去看的 像这个143 当然我们 可以用1加3 得到4 4减4 得到0 所以这个可以被11 整出 如果我除以11的话呢 他其实11 11 33的话呢 就得到13 所以他你可以 你可以因值因数分解 这个143 得到11乘13 但是这个的话呢 就比较难 当然这个其实可以除以3的 他甚至可以除以9 为什么 7加1加1等于9啊 啊 所以他可以整除9了 哎 刚好他整除9是等于13 所以呢 这一种 13其实是很难找 像我们的这个 整除这边 虽然我们是没有 13啦 不过 我找不到13 我的这个13 可以是剩下来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的啊 前面的像刚才的 刚才有一题也是蛮大的 有没有 啊 像这个 357 697 哇 这个很难的 啊 所以我刚才 我做到最后呢 我就找不到了之后呢 我们 我就用了值因数的分解 我看到357啊 7 加3等于10 10加5等于15 15可以被3整除吗 所以我就找到 知道说他可以被3整除 我就尝试除以3 得到119之后 啊 然后呢 我再尝试呢 除以7啊 除以7得到17 然后我才想一下 他会不会是可以被17整除啊 所以真的是尝试做除以17的之后呢 才发现到啊 他原来可以被17整除啊 这个也不行 9 8加1得到9 9减4 9减4得到5也不行 OK 然后呢 这里9加0得到9 3加 3加6得到9 9减9得到0 啊 0的话呢 就可以 啊 像这个的话呢 是全部都可以的 对不对 然后呢 6加2得到7 7加3等于10 10减7得到3 这个就不可以 啊 被11整除了 9加6加1等于16 16减2是14 这个不行 OK 这一题就比较 多 我们看一下 7加3加1等于11 对吗 5加9加8 9加8等于17 17再加5是等于22 22减11 就刚好又是11 所以这个可以被11整除 啊 这样子了 啊 所以虽然你讲这个这么大的数字啊 如果我今天呢 是叫你说 请你值因数 啊 把这个 值因数找出来 你看到这个数目 你要怎样办 对 因为啊 这个可以被 3整除了 因为他 9可以被3整除 3可以被3整除 啊 8加1等于9 也可以被3整除 7加5等于 12可以被3整除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看到这个数字 啊 不能被2整除 不能被5整除 怎么办 你看有时候你就卡着了 啊 但是你用了这个 啊 学了这个方法 你知道说这个可以被 这个可以除以3啊 哎 而且还可以除以11啊 啊 所以你做 啊 做3了一次 再做9 11啊 一次 然后你就再看一下 他还可以再被什么东西整除了 OK 所以这里最后的答案 这里其实有答案了啦 啊 你可以对一下 后有没有做错了 哎 就下面的这里啊 给了你答案 OK 我们再看一下立体二啊 这个空格啊 就是说 我有一个四位数啊 五 什么 二三 他能够被三整除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这四个数目相加 是要四三的倍数 所以我们知道三可以被三整除 这个可以不用理他 五加二是等于七 所以如果我这个数目呢 应该要放二啦 对不对 因为七加二等于九 可以被三整除嘛 所以我可以放二 当然我除了放二以外 我还可以放五 我还可以放再加三得到八 所以这个位置可以放什么数目呢 可以放二 可以放五 可以放八 再加三就变十一 就超过了一位数 OK 所以可以放这三个数字的 OK 那但是因为他讲 他要最小嘛 所以最小呢 应该是二了 OK 所以最小是二 明白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这一边的提供的方法 他提供的方法跟我少许不一样 因为他有把这个三也加进去 我是不加的 因为三都不用理他了 三都可以被三整除了 我看到三 看到六 看到九 我就不加的 可以吗 当然我这个方法会比较不正统一点 好 不管了会比较 比较快一点 比较快一点 然后数目也会比较小 能够被十整除的话呢 这个应该不用不用不用我说吧 只要看到 各位数是零的 基本上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当然他的原理是这样 因为他可以 他同时要可以被二整除 也可以被五整除 因为五二才是等于十 所以这两个呢 你去看回前面呢 你就会发现到 哦 又可以被二整除 又可以被五整除 他的各位数呢 就一定要是零了 啊 所以呢 这里呢 你可以再加到一栏 可以被十整除的话 各位数一定要是零 OK 所以这里 没问题啊 他特地也不要放在里面 就是在这边 让你进一步的思考 可以想得出来的 我稍微写一下了 各个位数为零 OK 好 再接下去 看一下例题三 在这个格 我们要填什么数字 让他这个五位数呢 可以被二整除 可以被六整除 所以被六整除是什么意思 六是等于二乘三嘛 也就是说他同时要可以被二整除 也要同时可以被三整除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个数字呢 呃 九可以不用考虑 因为九是可以被三整除的 六可以不用考虑 四加一是等于五 五要加多少才可以变成三的倍数 我可以加一 我还可以加一再加三等于四 啊 再加三等于七啊 这就不行了 所以 但是如果我放一的话呢 他可以不可以被二整除不行 啊 放弃也不行 所以这边呢 就一定要放四 可以理解啊 所以他下面呢 其实都有解释了 啊 他要用文字来叙述 我就用口头来叙述 所以最后的答案呢 是四 OK 好 理解啊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啊 是用四个不同的数字 组成最大的自然数 使到这个数呢 是可以被 呃 八整除 所以我们知道说 如果四位数 我可以被八整除 我其实只需要考虑这个 所以这也就是说千位 我可以随便选 那我要最大的 那是选九了 对不对 啊 九嘛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要选多少 什么数字才会是最大的呢 八八八 八八八还不够大哈 其实我们的 如果你从 呃 应该这样看呢 九九九肯定是不能被八整除了 所以你在九九九呢 再对到 倒退的去算 我如果没有错 应该是九九二吧 因为一千是可以被八整除 另外一个应该就是减八 就是一千减八应该是九九二 哦 但是问题是他要四个都不同的数字 啊 这个就 这个有点 啊 难度 所以在这一边呢 他住啊 先讲到说 我叫我这一边是八了 哎 九过后的应该就是八 八是最什么的 所以接下来呢 这两位数 当然我们三位数要可以除以八的话呢 这个可以除以八 剩下的这两位数 分别的也呃 啊就是两位数直接的可以除以八呢就行了 所以呢 九八七十二啊啊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数字了啊你如果你在加八的话呢就会变成啊八十这样就跟这个overlap了 可以说自己的答案呢就是9872啊 说这个是最大的 好 那我来看一下随堂练习好吧的部分 这个空格要最小的数字是多少啊才能够 这个数字被四整除我们知道被四整除呢只是需要看后面这两个 对不对 所以七十多的七十几来 是四的倍数 七十 七十二吧 啊 七十二 四 呃 四一四 三十二的话呢 三八二十四 哎如果是零的话不行吧 啊如果是零应该就不行了 OK所以呢这个数字呢应该是要选二啊应该选二 OK 然后这个五位数能够被九整除 啊这边有点难度了七加二是哪九 八加一八加三是等于11 11还要再加七才会等于1818才能够被九整除所以这一边呢我们必须要选弃 理解啊啊啊所以我要看那个数字的相加 是用四个 不同数字啊 不同数字 最大的自然数使得能够被五整除 啊 所以 我能够被五整除呢基本上我的个位数是五或者零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呢九八七五搞定 当然我们的千 我们的千位数是越大的数字 我们整个数目就越大 所以呢我们从最大的数目放在千位数 第2放在 百位 第3放在10位 然后呢个位数我们一定要选5 不能等于0 不选0的话呢 就比较小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选5 所以这题呢就很简单啊 9875 就是你的答案 OK